為何梵蒂岡又這麼緊張 要再現場 又說這兩年進行都很順利 這句謊話 什麼叫順利 你都沒有人命過一個主教 什麼叫順利 他肯定有政治目的 他想有一天能夠真正建交 教宗可能對共產黨不太認識 他就認識南美洲那些共產黨 可能 可能他又想去中國 很多教宗都想去中國 擁抱保律都想去 去不成 我猜這個公務卿就是有這個目的 因為如果建交成功 他就是歷史上很有名譽 這麼多年 70年都斷交 現在他成功再次建交 現在中國這麼強大 因為我對這個人已經很失望了 因為我看到這個人是沒有信仰的 中環建交這件事就有很多其他因素 沒有這麼容易 沒有這麼簡單 但是老實說 但親不親呢 對我來說根本沒有大關係 因為做的事 完全不直接跟這個協議有關 很多都是用這個協議作藉口 來做其他事 就是在地商教會裏面有很多好的就很傷心 因為越來越不妥 越來那些主角越不像洋 那些像洋的主角有些死了 有些都不敢出聲 謝謝大家